纯凶大火剧烈燃烧 消防人员在寒冷的冬夜中 试图扑灭恶火 并且想尽办法救出受困在瓦砾堆下的平民百姓 2月13日再度对乌克兰许多地区发动攻势 其中一起空袭击中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家乡 也就是位于南部的克里弗洛市 造成数十人伤亡 我躺在床上 床上在床上的床上 我听了很厉害 而乌克兰方面也连续两天出动无人机轰炸俄国多作炼油场 虽然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但也导致厂区期货被迫停止营运 对此俄国总统普丁声称基辅当局 市场干扰将在本周末登场的俄国总统大选 普丁再度扬言俄军已经做好核战的准备 普丁也强调俄国的核三位一体战力比美国先进很多 事实上克里姆林公在过去两年多来的军事行动中 一直吹嘘自身的核武战力 甚至在上个月警告西方国家 如果俄乌冲突进一步升温 当地将面临核在风险 怀宇新闻消费学院中文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怀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